这是张家辉首次公开承认张旭有事的亲哥 以前我不公开我跟他的关系 只因为我不想靠我的哥 所以到现在我拿奖了 我就公开我跟他的关系 他是我的哥 亲哥 2014年 第二次获得金像奖影迹的张家辉在采访上严肃表示 张旭有事的亲大哥 消息一出 两岸三地的百姓都深感震惊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其实自己早在好几年前 就猜到他俩是亲兄弟 殊不知 这对亲兄弟是无血缘关系那周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真的是一夫一母的亲兄弟 对 亲如兄弟的 的 据说张旭有在当年仅是瞧了张家辉一眼 从此就对这个长得格外向自己的少年格外关照 张旭有没有弟弟 唯一的亲兄弟也早就断绝关系了 1994年 媒体曝光张旭有的情歌张旭也值钱债600万 就在所有人觉得 张旭有会帮忙还债西市宁人时 却意外等到一条声明 通篇全都在说 即日起 我和哥哥张旭是断绝兄弟关系 这通消息已出所有媒体瞬间炸锅 日时间所有报刊头条都是 天王对亲哥哥见死不救 他们痛批张旭有太冷血 嘲讽他不仅一分不帮忙还 甚至还不认亲哥 简直不配做天王 那段时间 张旭有犹如过街老鼠 谁都会骂他两句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 大火复制的张旭没那么远方 他自小好赌成性 起初现在债权由张旭有帮忙还 为让亲哥改条陋席 张旭有曾给哥哥安排工作 还多次权他不要赌博 可哥哥根本就不听权 不仅不收手 甚至还对父母不管不顾 实在忍不住的张旭有 逐渐狠下心来 然后发声明表示 自己和哥哥断绝关系 从此这对兄弟形同陌路